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喜欢最近的一个表情包 就是上次拍东方季到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不然就拿了一个吹风机碗 那个风吓我一下 很帅帅的 好好用 你的良心在哪里 对了 就想问他们 没有 他想问他们问题吧 小时候没有梦想 我就比较野蛮生长的那种 小时候过得还挺开心的 爸爸妈妈比较忙 想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还是要好好读书了 强行挽回 你会想做什么 早就有了吧 前两年就会开始 听别人觉得什么多泡脚好 就会回去多泡泡脚 但后面 我有朋友告诉我就是 你多泡脚的话 很有可能你只能够循环到这一部分的血液 所以最好的可能还是 冲冲脚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泡澡 对 那还蛮好的 你才可爱呢 下一个 以前觉得是路 因为路住在很深的地方 现在像八哥吧 不停的说话 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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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用 反正真的没有什么习惯保持很久 就是比较随性 但是有个习惯保持了非常久 熬夜 我一般闹钟都会设定十个闹钟 暗面九个闹钟 然后会被同事的语音 你起来吗 起来 起来 长高高 不要笑 不会的别人会给我点 我的大鱼 泰山 是不是个标准的完美的答案 辣椒 辣椒 这不用点了吧 土豆 细心吧 春夏秋冬都有它每个季节的精华 会根据季节去出精华 哎呦 哎 你天来摩阴啊 什么 Oh no 拜托我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知道啊我 了 可以播吗 他们都知道我不太会跟他们说土味情话 但是我相信 生命们都知道我 有多么的感谢他们 大家都一起走了那么久的路了 我觉得 会有一定的默契 嗯 现在关注 你